近日来花莲中区一所学校通报校内 发现了一只疑似受伤的幼欢 经采样送检 检出了狂犬病阳性结果 而花莲县政府农业初就表示 没有人员遭受到咬伤 但是为了防范狂犬病疫情 除了是加强宣导所属师生 防范狂犬病二不一药的工作 也提醒四组要定期施打 猫犬狂犬病疫苗 近日花莲县中区一所学校通报校内 发现一只疑似受伤诱欢 经采样送样后 检出狂犬病阳性结果 尽管无人受伤 花莲县府以韩文各级学校 加强宣导所属师生防范狂犬病工作 发现野生动物出现 并疑似有异常行为 务必立即通报动物防疫单位 因为在我们花莲中区的学校 那有通报了一件 在校园内发生了一次诱欢的一个案子 那大概经过通报之后 我们所里面的同人区 把他带回来采样送院之后 那在1月5号检验出了狂犬病阳性的一个结果 那因为我们经过我们的疫情调查 整个案子经过 并没有人员被这个诱欢给咬上 那所以我们大概也因为在学校园里面发现 所以县府这边也韩文了给各相关的学校 那宣导我们学校里面的老师学生 如果有看到我们疑似类似动物 野生动物包括像白笔心 又关只要是他们不正常的会出现在校园 那他们的行为也有一些怪怪的经验之下 那请大家也都不要去靠近 那尽快的通报动物防疫的单位 整个国内目前都还是一个狂犬病的疫区 花莲大概十个乡镇 除了花莲市提安乡新城之外 都是属于高风险区 所以大概请民众在面对狂犬病的时候 也要请慎 那但是不要过于恐慌 所以我们大概希望请民众 遵循二部医药的一个工作 那包括不要接触野生动物 那也不要弃养我们家中的宠物 那还要每年定期的在家中的宠物 包括犬猫来施打狂犬病疫苗 如果说不小心也被野生动物咬伤 也请民众不要过度的恐慌 那记得赶快做一些伤口上的一个清洗 那用优点初步的消毒之后 要赶快的送医 华联县动植物防疫所长周黄德荣说明 1月22日将从万荣乡开始办理犬猫 狂犬病巡回注射 为期5天共9个场次 巡回同时也将办理犬只植物晶片 相关巡回日期、时间及地点资讯 民众可上华联县动植物防疫所官网查询 记者讲方言华联士报导